我這個程式跟剛剛的那個方式還蠻雷同的 所以我大概run一下 可以的話自己寫寫看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 我假設有一個拆這個剪刀石頭布遊戲 那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執行一下 然後這邊會跳出1234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要用1234來做輸入 其實最早是請輸入剪刀石頭布 可是我發現你輸入剪刀石頭布很麻煩 你還打剪刀enter石頭enter布enter 這樣的話打字如果剛好讀了字打錯怎麼辦 所以後來想一想就不用打字 你乾脆用1代表剪刀 2代表石頭 3代表布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是這個是我後來改的版本 本來是輸入剪刀石頭布 請輸入剪刀石頭布 ok那當然將來呢 輸入的方式除了可以改1234之外 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 就是用影像辨識 剪刀 如果有個鏡頭剪刀 他就知道你出剪刀 石頭有沒有影像辨識 他就讓你 不過當然又是另外後續延伸的 那4的話就離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輸入1的話 1的話是剪刀 可是這個時候我輸入對不對 那可是背後呢 電腦要出什麼 所以我這個後面是電腦要出 亂數有沒有 1 2 3 然後再1 1的話也是一樣 1是剪刀 2是石頭 3是布 那亂數1 2 3隨便抓一個 那抓到之後再跟我比較一下 那看我贏 還是他贏 ok 所以按Enter 好 電腦出什麼 他出石頭 所以我出了剪刀 他剛好亂數得到一個2 所以我就輸了 ok 然後再來 那我如果假設 我出布好了 我出3 他會不會又出石頭 不知道Enter 真的耶 他又出石頭 你想說老師 那你是不是永遠都出石頭 我們看一下 再出3 Enter 該不會又出石頭吧 沒有 他其實這 所以喔 這個背後不是說 隨便抓都是石頭 所以他這個會改的 ok 所以他突然又變成剪刀了 那我就輸了 ok 那理論上 這個程式 應該再增加一個 就是說 到底我贏幾次 電腦贏幾次的這個技術 可是我這個程式裡面沒寫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未來希望讓這個程式更好的話 或許可以了 再把那個電腦贏的次數 跟你贏的次數 兩個稍微比較一下 可能最後猜拳 看猜幾次 猜十次好了 那誰贏多的就把它列出來 他會更完善 最後結束的話 就輸入4 ok 然後就退出遊戲了 那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程式呢 基本上跟剛剛的邏輯也蠻像的 首先的話呢 一樣 會需要乱數 所以Import Random 然後呢 Random Range的話 是在這裡 1到3 為什麼1到4 1到4 然後就1到3 實際上也是一樣 實際上也是一樣 我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B List 這個是一個串列 裡面的話一樣把0避開 有沒有這個是0 1就是剪刀 2的話是石頭 3就布 那也就是說呢 我一樣畫一毛 然後亂數先抓一個 不過亂數抓一個 你會發現喔 之前我們本來是寫 這個 這一行是在外面 可是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放裡面 因為喔 很簡單嘛 你每一次都要重新再產生一次亂數 你不能說 你抓第一次 你就是每一次都出一樣 石頭石頭石 那就不對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放在裡面的用意是 你先亂數產生一個剪刀 這個是電腦出什麼 然後呢 我再出什麼 兩邊比較一下 那比較的話呢 一定可能的結果是 不外乎就是 一樣 平手 平手最簡單 有沒有 所以呢 假如說兩個平手的話 那就是什麼 電腦出什麼 然後呢 兩個最後平手 那什麼情況下 我是會贏的 我贏的話就是什麼 當然我出剪刀 他出布嘛 我出石頭 他出剪刀 我如果出布 他出石頭 所以你可以把 條件列取 有沒有 第一個 或者第二個 或者第三個 那就是 把我贏的狀況 有沒有顯示出來 那相反的 就把那個 我輸的狀況 把它列取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就會 最後結果呢 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那只是說 這個程式 我沒有加上剛剛講的那個技術 所以 未來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假設 變化一下題 改成就是 只拆拳拆十次 那十次的結果 看哪一個 這個 最後結果是贏的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怎麼寫 你可以拿前面 我們講過的部分 來做修改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段程式 在那個 雲端 白板上面 的 第26月的部分 OK 那請各位 參考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些題目 主要有個共同特色 第一個就是用 File E-mail 因為File E-mail 還蠻常用的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輸入 讓使用者 Input 有沒有Input的資料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做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 要寫類似的簡單遊戲 好像有一個固定的軌跡 那後面的題目 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資料會比較多的時候 那可能還要再增加一個 所謂的串列 所以後面 我們又 MANCE CAI裡面 1到12月 那1到12月 有12個月份的文字 那應該放哪裡 這時候 你要想著要串列 然後呢 像那個 剪刀捨護 也是 三個資料 那怎麼辦呢 那也是放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 哇 串列實在太重要了 也就是說 在那個Python 假設你將來 對於 這個串列的型態 假如不熟悉的話 說真的 你不要說你會用Python 所以特別是 Python的型態裡面 我們前面講過 不外乎就是 數字跟文字 數字有 整數跟 幅點 小數點 再來的話 很重要一個 就是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為什麼會產生 其實道理很簡單 主要就是 你要放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你應該放哪裡 有沒有 外部如果一堆的資料 進來 那你當然就是說 把它放在 像是那個串列裡面 串列實際上跟eSale比的話 有點像eSale裡面的什麼 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有沒有 像這樣一個一個的 那這個格子裡面 你愛放什麼就放什麼 也就是說這個格子裡面 你比如說它概念 有點像 如果你們以前有學過其他程式的話 很像正列 但是跟正列呢 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正列 它的每一個型態 都要放一樣的 比如說你每個 如果假設都放文字的話 那都要放一樣的型態 可是正列 有一點比較特殊 就是說 你可以 放不同型態的資料 比如說你 第一個可以放文字 第二個可以放數字 第三個呢 你可以放 甚至串列裡面 還可以放串列 這個的話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呢 待會兒 我們就要直接來看 所以 第四個單元 是比較那個 跟VBA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 有講的比較多 有講過幾個案例 所以呢 今天也許 我們就直接先看 第五個單元 所以待會兒的話 如果假設你剛剛那個範例 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回去有時間 可能改寫一下 那個剪刀石頭部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看有關 後面呢 就是在 在Python裡面 更進一步 你要處理 這個 所謂的大量資料的時候 那你應該一定要學會 幾個重要的類型 包括就是串列 字典也很需要 還有檔案 跟資料庫 OK 那這些的話呢 等於就是相對比較 難度相對又會更高一些些 那其中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的話呢 比較常用到的一些 它的相關的函數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有一個什麼 如果你要算 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 你可以用LEN 有沒有 像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 我有列出 如果你要知道說它的數目 有沒有 你可以用LEN 這個其實跟eSale蠻像的 那你要取得 串列裡面最小值 那是Mini 串列裡面最大值 就Max 那所引值 又Index 所以這個跟那個什麼 跟這個 在eSale裡面的函數有點像 那比較特別的 後面我們會用到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Append Append Append的話呢 非常 用到的機率很高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取得外部資料 要把這個資料 塞到串列裡面去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用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函數 叫Append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你要再加入 到最後的話 就extend insert的話 可以再插入 那等等 不過這些用的比較少一些 remove的移除 那這個什麼 reverse 把它顛倒的放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assource 排序 那後面我們會 先會用到的 最常用到的 其實append 這個append 可能先稍微記一下 所以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會再來看那個 有關串列的相關說明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稍微把那個第三個單元 最後有一個剪刀石頭布 稍微看一下 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寫寫看 OK 會不會 這個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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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